梁老師 你還要秀這一個 這樣喔 大家出門都很害怕 我這個有一個放牛校長 來找我想辦法 說怎麼樣預防 這個是我們的校長 放牛校長 他有一把劍 配件 我們那個時候老師有這個配件 拿了一把劍 出門的時候大家都要帶刀 尖尖的力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上學 組織叫協友團 大家一起上學 愛家愛父子 我們要上學了 一個跟一個一個大家 每一個人手上拿一個尖尖的 竹子銷的尖尖的那個力氣 隨時要殺狗的 對 而且後來我就想 校長說阿清你很聰明 再想一個比較更好的辦法 所以我們那個客家人家家夫婦都有養雞 養雞有這個雞龍 那個是預防老鷹的 這個竹子邊的下面有洞 通常我們鄉下人 老鷹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喊 亞婆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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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的趕走他 小雞就會趕快鑽在這個裡面 老鷹就進不去 進不去 所以我想這個好用 所以我就好像說這樣子 教大家 每一個人家裡都有 就拿著盾牌一樣 帶著這個 萬一碰到你躲不及的話 你就蹲下來 躲在裡面 還有帶那個竹子尖尖的尖尖 盾牌一樣 草木皆兵 碰到 所以碰到的時候很恐怖 大家會喊 全村的人會總動員說 電給我 電給我 大家電給我 電給我 大家都會拿家裡的力氣 追殺 一定要找到那個瘋狗 把他殺死為止 所以劉老師 在你那個年代 狂犬病真的就是犬 對 那個時候都是狗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 發病的都還不是狗 幼歡 對不對 幼歡好 為什麼比較好一點 他不會很快的傳染 其他的族群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 打他太臭了 所以他為什麼 幼歡傳染肉關 因為同類 他同類都會靠近 沒有警戒性 你小時候聽到那個人 被染上狂犬病 有多少人 我看到 我今年這樣發病 只有這麼一個人 狂犬很多被打死了 大家圍起來把他打死 也有一個人疑似被咬到 後來他自己會要求說 那你把我關起來 關在山洞裡面 定時送東西給他吃 後來好長一段時間 沒有發病才把他放出來 自己要求的 自己要求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的精神很可憐 很可憐 然後廖師 你說阿公是醫生 你也聽過嗎 對 因為我外公是第一屆的戲醫 所以現在活著一百多歲 那我媽媽 他在啊 沒有啦 當然不在 如果在的話 他就跟杜聰明博士是同學 然後那個時候 他到小鎮醫生去 在無期開業 那個時候我就聽 我媽媽就是有時候 會講給我們聽 那個瘋狗病 他有一個農夫 他本來就是每天拿骨頭 就是地形去尋田 那他有一天走到田庫 就看到那個好像以前 常常看到的一隻 不知道誰家養的 他就看他一直來 就是這樣子跟他瘋狗 因為人家那種很流行說 你要認辯這個瘋狗 那個瘋狗 有看他流亂 他流亂這樣 大概尾巴是夾著 是沒有錯 但是瘋狗是黯黯黯的 他有看他來 一直像 看起來沒有什麼攻擊性 就很溫和的走過來 可是他還是覺得 那個時候 狂犬病是一個很 就是跟那時候 有一次Corella 就是流行 那因為做醫生就要報那個 就要替官府 一定要把這些人報出來 就是然後集中管理 所以集中管理的時候 常常會死在很多在那邊 所以做醫生 其實那時候是不只顧人緣的 所以他也很注意到這個病 但是那時候 他跟我阿公沒有關係 那個農夫走過去的時候 就有點防備 他覺得今天走得比較 看起來有點怪 他就站到田下去 本來是田庫 要走到那個殘染病 大家有點懼備 結果突然就 看起來是沒有要咬他 突然就咬他 可是咬他 因為他是咬到他的褲子 結果還沒有咬到褲子 然後一直扯一直扯 他就用那個鋤頭打他 把他打跑 沒打死 走快走回去 先去跟他們說 那剛才沒打到 他們說 那褲子打得這樣 那褲子穿不多久 那褲子穿起來 我幫你聽一聽 聽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女人就是 佛玉皇就會這樣 咬耳膏 咬耳膏 你知道他那時候 其實他有打水 吹台湾有打空 他自己沒學 也沒有想到那個事情 結果咬著 都沒有事情 過幾天他太太就發狂 就會覺得說 都開始拚穿難道 所以先生沒有被咬 沒有被咬到肉 可是沒有破皮 他就 細菌留在上面 那時候生病的時候就是說 就是很沈默就覺得 但是跟他說 腦袋很熟很乾淨 但是跟他說 吻水 就是有幻覺說 吻水有什麼要害怕 然後一般的人說 你都沒喝水不可以 沒吃東西不可以 把它拔起來 頭髮的眼睛就拔起來 你把它灌水 但是一到說這個在緊的時候 兩天就死了 那也是說兩天就死了 就是說只要發病的症狀 大概很快 都是第三期的時候 最末期就死了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報醫生 但是我們後來就知道 就是說 當然醫生就會叫他說 不然要怎麼沖沖 消毒這個 那怎麼哭不可以 但是人已經死掉了 那其中還有一個是 年輕人的 像高二的樣子 抓到夠咬到 但是那時候大家沒想說 他沒有那種警戒性說 這麼高度普通都跟他玩的 方式也沒幫你加 那天幫你加一下 回去進去 但是沒多久就開始發燒 因為發燒了 有時候很奇怪就發燒 然後開始 這樣會 那個年輕人就是那個 體液比較旺盛 一中來一中一中 那時候就警戒到是他 有得拔起來 有得關起來 東西好像拿到要吃 但是有一天他跑出去 那一家人真的是 那時候的人非常善良 整天這樣走出來 跟他們說 我們先走出去 你們大家都問整個 不要住 不要住 我還是自己 那個年輕人 自己知道那是怎樣 他其實有時候 意識很清醒 有時候會混亂 要來下去 自己走在山頂 走過幾天 他有沒有人在那裡 找到他的屍體 就是說他走過去 雖然他理智也很清楚 對 但是很辛苦 可是你碰到他 還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那時候是風聲 三、四天 大家小孩都開開 門都縮掉 然後就很怕他破門的路 因為那個玻璃 其實是有一些窗架 但是還是怕他會這樣 打開去問他開去 會不會那樣不知道 但是大家嚇得要命 所以那個 所以楊醫師說 現在到目前 就只有到幼歡的程度 是 目前來講都是幼歡 為什麼都只在幼歡而已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劉老師又講 因為幼歡他的族群 是屬於夜行性 而且是一個族群 在一區一區的 那因為很多動物 也不喜歡他 另外呢 而且他是在高山地區 所以接受到 其他種的動物 的機率也比較低 所以 他是怎麼感染的 這個就是好問題 這就是好問題 這好問題 所以他很肯定大好好 是誰人傳染的 聽說是蝙蝠 蝙蝠帶原體很多 蝙蝠的混變 54年我們就沒有這條 還是什麼幾年有 應該是說1948年 1959年 最後一個病例 然後1961年之後 就是我們出事的那一年 我出事那一年 所以其實現在在52歲以下的醫生 他剛才沒有見過狂犬兵 大概70歲以下的 不管是獸醫也好 人醫也好 都沒有見過狂犬兵 那所以說這個蝙蝠 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都會想說 第一個發生的是在南投 後來到台東 那台東 那總不可能又換去 跑馬拉松跑過去 所以有可能是什麼媒介物 或是什麼一個其他的 就像老實講的蝙蝠 也是一個可能性 那他們說有可能是 從中國走私 走私進來的 走私什麼 因為他有做基因比虛 他說跟中國的那個病毒 其實是90%相近 中國的什麼傳染給台灣的 就是走私幼歡進 應該不再可能走私幼歡 應該是其他的動物 別的寵物 別的動物 因為我們過去常常 或者從中國走私別的動物進來 有可能走私別的動物 被幼歡感染 有可能 因為知不知 我們現在目前在台灣 有很多的一些動物 其實不是台灣土生土長的 對啊 你連甚至有那個河裡面 都會出現鱷魚 你不覺得是很誇張嗎 我覺得很多人 他就把這東西拿進來之後 他就不癢 不癢之後他就氣癢 氣癢的時候 他有可能跟這個幼歡有沒有 產生交叉感染那種狀況 那不管怎麼樣來講 我們過去在桃園機場 看過那個 就我剛有跟蘇醫師聊過 他可以把那個走私進來的鳥 就像裝那個子彈彈匣一樣 一捆一捆地綁在自己的腰跟大腿上面 綁了多少隻 綁了二十幾隻鳥 被抓到啊 還沒抓到啊 還有一隻 把一個黃金的那個什麼 那個雪雕 等一下 我要補充一下 你知道 我認識一個人 他從日本進那種日本保育的鳥 那種鳥叫聲很大 你知道他進來 他說一隻賣多少錢 九十萬 九十萬 台灣的那個走私已經黑道化了 他是跟黑道是掛在一起 因為利潤非常高 利潤非常高 可是那個鳥進來 蟲魚鳥的時候 對 他那個鳥的走私 就是一個管子裡面 上面就是把鳥塞到裡面 然後打孔 然後就這樣走私進來 好 我再舉個例子 就我們有一年 不是金門有口提議對不對 對 金門口提議的那個是怎麼來的 他就是 金門我們都認為是前線 結果在那一年發生金門口提議 那時候我去金門 然後就跑那個新聞 結果發覺到什麼 就是居然在廖羅灣的那個沙灘上面 活體耶 有馬有豬有羊有牛耶 屍體嗎 沒有 活體 活體 就是可能應該是把走私上岸之後 然後呢 可能怕被軍人 巡邏的軍人發現到 然後就落跑 落跑之後就 整個放他去 就放生啊 然後他就看到一堆的牛 牛跟馬在那個什麼沙灘上 走來走去啊 後來最後的時候是那個 金門縣政府把它給全部這樣子 收起來的時候 還有一堆的當地的人 跑來講說這個是我的牛 這是我的牛 還領回去耶 真的啊 那是他走私的嗎 走私的沒有沒有 但不是他走私的 但是反正就是人講說 這是我 這是我 好...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那個... 那個...